总统大选 登记截止 郭台铭出乎意料之外没有登记 对于蓝铭来说算是短暂的团结 反倒是陆营出现了分裂 像是前副总统吕秀莲接受了喜乐岛推荐 和前南投县长彭白显搭档参选 吕秀莲就呛了蔡英文 这三个月不要过得太过轻松了 到处捡枪炮 这个枪炮是会反弹的 而对此蔡英文的竞选办公室 这就表示了曾总 康正一栏装满100万现金的竹栏 前部总统吕秀莲接受喜乐岛推荐 到中选会登记参选总统 我期待蔡英文总统 这三个月不要太轻松 不要到处想要捡枪炮 那个枪炮是会反弹的 站在整排独派人士面前 同批蔡英文 祖母绿的吕秀莲 锁定选票族群 就是不满蔡总统执政 党政人士预估可能吸走 小英手中十万选票 我心灵脱党 因为我还很爱民进党 我舍不得把我拥有的党政交回去 毫无预警在登记截止前一天 吕秀莲突然参战 对此蔡英文进办表示 感念吕前副总统过去对台湾民主化的努力跟贡献 尊重吕秀莲的决定 相较绿营出现分裂 蓝营这边暂时意外团结 郭董最后一刻抽手不选 让郭柯王能否再结盟画上问号 不过王坚平继续走自己的路 跑到台中 跟卢秀燕聊中央地方合作 被认为还在为争取大位努力 事实如其变化莫测 我还是一些随者一年走 参选到底 随者一年走 他才在立委的选举上 他应该会有所着目 一个报郭台名的料 另一个呛蔡英文 蓝绿两位政坛老前辈 未必能赢得大选 但多少影响国民两党选情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